2008年中国主办奥运会 我的养州题目是中国的2008年奥运会 我决定我想养州中国的奥运会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运动 因为我爱看运动特别是篮球 所以我很喜欢奥运会的时候 在北京奥运会美国的篮球队赢金牌 美国篮球队击败西班牙的篮球队 我还觉得奥运会夏天军冬比冬天军冬好 我长大波特兰 天气常常暖和不常太冷 所以没有很多沙水 因为波特兰没有很多沙水 所以我孩子的时候没玩很多沙水运动 只是因为在我最喜欢夏天的奥运会 我还决定我想养州奥运会 因为我跟我的家人看很多北京的奥运会 我跟我的妹妹花很多时间一边聊TR一边看奥运会 这是第一次中国出版奥运会 奥运会在北京 奥运会从2008年8月8号到8月24号 一晚942运动人去北京 这个运动人来北京送2004国家 这个奥运会除了有28运动以外还有300次比赛 中国运动人应51金牌 中国比世界的国家有多的金牌 虽然中国有最多金牌 但是美国有最多的金牌 美国一共赢110金牌 在北京奥运会86国家赢最少一个金牌 中国是22国家出版奥运会在他们的国家 虽然中国是22国家出版奥运会 但是这是18国家出版夏天奥运会 这个奥运会是第三次一个亚洲国家出版奥运会 为了北京奥运会 中国实际一个新的中国标志叫跳舞北京 标志有一个镜子 但是只看到一个人跳舞 大部分奥运会的比赛在北京 但是奥运会的起码比赛在香港 除了起码比赛在香港以外 翻船比赛在青岛市 奥运会的美国足球比赛在别的中国城市 2008年的奥运会在历史上是 世界最看的奥运会 4.71人看中国的北京奥运会 奥运会对中国的地位有好的印象 因为很多人看中国的奥运会 世界可以学习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运动人 的城市等等 奥运会对中国还有别的印象 奥运会对中国的经济好 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可以买比赛票 飞机片 路电票等等 因为奥运会对世界很重要 所以中国的政府花很多钱 为了奥运会 虽然奥运会帮中国的经济好 但是中国得花4041钱为了奥运会 中国花很多钱 因为很多人看奥运会 所以他们想世界对中国有好的印象 中国花大部分他们的奥运会钱 想新的机构设施 为了北京奥运会 中国用37建造 比如说运动厂 有氧厂 根状等等 中国买了12新的建造 一个北京奥运会的问题是中国的污染 中国有很现代的经济 在中国的长寸 经济大部分是农业 但是在城市 中国的经济大部分 制造 也 因为中国城市 特别是 北京大部分制造 也 所以 创建很多污染 污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 也在世界 因为北京的污染 比很多世界的污染 不好 所以奥运会的人说 北京的减少 得减少他们的污染 污染 还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特别是运动人 2002年 一个美国跑步者说 我跑步中国的时候 我不可以呼吸 中国的污染 让我的眼睛 后脑和肺 不好 中国人 知道 他们的减少污染 但是不知道 怎么他们可以 所以 中国的政府说 很多北京的港产 不可以操作 很多 因为奥运会以前 港产 操作 中国的政府 还说 一般北京的池 不可以做 他们说 不住在北京的人 的池 不可以去北京 中国的政府 提高 天然气 加个作为人 不想吃 健康的地铁 等等 他们还不让 100万 北京的池 用公共路 这个公主 整次减少 污染 上 百分之二十到 百分之四十 奥运会是一个 很老的池 这个池 这个池 开始在 希腊 作为别的城市 可以进展 城市 想知道 谁可以跑步 最远 谁很快 谁很健大 等等 现在 奥运会是一个 世界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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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国家 住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可以 玩运动 奥运会对 国家的地位 和社会好 国家 最好的运动人 可以竞争跟 世界最好的运动人 我看 北京的奥运会 很有趣 奥运会除了 对国家的文化 好以外 还对 经济好 中国的奥运会 有无论 的问题 但是 北京的 工厂和 汽车方面 棒 我们都会 principal 优优独播剧场—— 到了